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環節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下午回來的 中國股市最新的形勢 見到內地股市 現在仍在跌1%和2% 上陣指數跌1.8% 跌56點、做3085點 深淨城市跌幅超過2.9% 跌303點 深淨城市做9933點 戶芯300指數跌幅1.86% 跌61點、做3223點 創業板指數跌幅超過3% 跌4% 現在跌79點、做2026點 至於港股方面 跌幅越來越窄 現在跌12點 從上21,000點水平 做21,082點 國企指數現在輕微跌12點 做9,457點 暫時來說 大市成價是431億多 期指跌81點、做21,18點 高水19點 這次嘉賓請是Arno 跟我們講一下焦點股份 Arno 你好 剛才看到大市 下午回來好像好轉了 但內地那邊其實跌幅擴大了 為何會有這個貝持的走勢 現階段大市 如果看整體指數方面的表現 雖然跌幅在收窄中 但如果看股份的升跌比例 或者市況狀況 成交金、交投方面 都相對比較淡靜 其實不是非常利好的 但當然有個狀況 今天內地股市跌了差不多2% 但見到港股反應就相對比較硬 我相信這個最主要原因 始終內地股市跌得相對比較多 最主要第一方面 內地面臨一個更加長的假期 始終中秋假期之後 也會面臨著國政假期 所以其實剩下的交易日子 不算非常多 所以這方面市場比較擔心 假期中間會不會完全沒有這些角色因素出來 這方面令市場失望 甚至會有更加多調整的政策 等等 這是一個風險因素 最重要的是如果見不到這些因素 不排除A股也會再次被沽下去 這個因素 都令到上證指數的走勢相對比較反覆 雖然說今天內地股市跌了2% 但其實走勢上面 都是浮浮籌沈循在3000至3200點 這些位置 如果一天上證綜合指數 仍然徘循在200點的區間 我相信整體仍然沒有什麼方向在 今天雖然跌了2% 但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至於港股方面 也是同樣地市場衝勁著 未來會有更多的角色去付次 其實你看到一種特別在港股方面的H股 在股值上相對比較偏低 其實這些位置 會不會再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調整空間 我自己也未必看得太過擔心 就算未來美國加息這些因素慢慢浮現 我相信這些相關 內地經濟放緩 或者美國加息這些負面因素 在之前的跌浪上都反映了一大部分 所以維持看法就是 第一方面留意21,000點這些關口 因為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不穿21,000點基本上 我覺得後市有條件做一個技術反彈 但就算穿21,000點也好 我相信未必真的會有這麼深的調整幅度 可以留意下 下一個低位就是20,500點這些位置 基本上我覺得現階段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不穿20,500點這些位置 中線來說是有條件看好一點點的 後市第一個阻力位會看10,000,20天線 21,500點這些位置 如果能夠突破它 反彈目標我覺得仍然有條件 看回23,000點這些水平 看回今天外圍方面的焦點 就是耶倫在香港半夜時間出來演講 他又重申 今年內定會加息 早前市場都是由擔心加息轉為 擔心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 就是擔心美國自身 都難保經濟增長的伏力 所以才加不到息 但他這個言論出一出之後 大家都覺得可能肯定了 今年內有機會再加息 對於國際金融股來說 都是一個利好的作用 不過都看到匯控今天依然偏遠 跌穿了60元 原來都是找不到支支 今天是繼續向下跌了兩毫半支 現在是在做58.5元 其實安奴都想問 為什麼國際金融股來說 渣大已經很弱勢 照那些資金可能會流入到5號匯控 但是為什麼都是税這麼弱的呢 如果你說聯儲局開始加息 今年來說 年底真的進行加息 我想你說對於一眾國際金融股 即是銀行股 匯控或者渣打等等 就是加息這個因素 對它們的息差方面 會有利好作用在這裡 因為始終在說 一眾的銀行 特別講這些國際金融股 存款方面都相對地比較充裕 如果一旦進行加息期 在這個加息期當中 始終大前提 都是說經濟環境向好 它們的息差的確會有機會是擴闊的 但是始終在說 第一方面 你說美國加息的大前提 都是說美國當地的經濟 各方面是有個好轉的跡象 的確沒錯 昨天聯儲局主席耶倫 講完相關的言論之後 市場的氣氛是有個好轉了 最主要市場對於美國的經濟前景的信心方面 表現是好一點點 但是就要留意 始終在說 美國的經濟是好一點點 這個息差是有條件擴闊 但是始終在渣打 或者匯豐這兩家銀行 主要的業務上 都是集中在香港 或者歐洲地區上面為主 所以你說在美國的經濟好那方面的因素 就不是說真的非常受惠 甚至面對著 它們過去那幾年來講 主要的盈利增長能力 都是來自一些新興市場上 特別對於渣打來說 你說如果美國開始加息的確沒錯 息差方面可能會做好一點點 有利利利息收入方面 的盈利能力在那裡 如果美國開始進行加息 都令到觸發到一些新興貨幣 好像南韓的貨幣 或者是印度市場的貨幣上面 再進一步貶值的話 它們面對著匯對風險 其實是更加之大的 至於匯紅 如果美國開始進行加息 的確又同樣地 有利利息差表現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本港樓市 或者是新興市場上面 或者歐洲市場上面 會不會有個變數 這個會是一個風險因素 所以兩者當中 我自己覺得 其實的確是有條件看好一點點 不過相對地 我相信匯紅的表現上面 是會有條件做好一點點的 阿羅 我特別跟你講一下 渣打 最近它都因為罰款 因素 給很多大行看 淡它的前景 例如麥格里 還有最新有份報告 就是李昂 都繼續暢淡 剛才你也提到 如果加息的話 新興市場方面 因為他們業務佔比比較重 都擔心資金流走的問題 影響他們新興市場的業務 還有就是罰款那樣東西 他們好像是 繼續被美國那邊按機 那樣按 還有就是都見到今天的消息 就是新行政總在溫托斯 獲補償8千多萬元 陸陸續續都好像又有些罰款的消息 以及高層的轉換消息 對於渣打接下來的負面影響 是否還未完呢 渣打的看法 我真的看得比較審慎 最主要原因 我想其實銀行股 特別講這些國際金融股 真的有好有壞 之前提及到 講加息這個因素 的確對他們息差來說 是一個利好作用 但是是否真的有個全線的幫助 基本因素可以有個大改變 這方面絕對有保留 主要原因就是 雖然他們息差方面 可能有機會擴搏 令到他們的盈利能力 開始會提升 但是始終留意未來這幾年來講 國際的監管機構對於這些銀行公司來說 都說監管越來越嚴密 這方面都會令到他們的成本 仍然持續上升 所以盈利能力 未必有很大的改善 我想現階段 無論是渣打或匯控 最大的吸引力都是 以現階段的股價來說 的確相對比較低差 甚至息率都有6厘 甚至渣打有8厘的水平 但是為什麼自己覺得 渣打就算有8厘也好 就算是高息匯控 看法我自己都比較審慎 最主要就是面對之前的監管機構問題 盈利能力放緩 甚至可能給到 新興市場貨幣衝擊等等的因素 究竟渣打能否維持這個排息能力 市場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移民 所以我自己都同樣地覺得 雖然上次份業績 業績上面 都見到渣打的排息能力 仍然相對比較良好 但是未來這一年來講 會否真的能夠維持這個水準 我覺得是有一個保留 所以我對於它的看法上 我自己會看得更加深深 甚至從技術走勢上面 如果你看到渣打的股價走勢上面 都見到自從它跌穿了83元這些支持位之後 不斷地向下沉底 見到之前的股價 一度落到83元這些位置 反彈到90元這些水平 以量度跌幅去看 現階段都已經調整了一大部分量度跌幅應該跌的幅度 甚至有少少跌過籠的跡象在 但是正如之前所講 未來面對著的風險因素仍然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些位置 我建議投資者要去搏反彈 就真的不建議 反而有貨的投資者 這些位置小心一點 雖然股價是吸引 但如果見到仍然是繼續向下調整 穿了77元這些支持位 我覺得都要理性才行自私離場 我都在這裡提提李昂那份報告 他就說 渣打壓有7.6的貸款 來自於亞洲3.8 是來自於新興市場 所以他們近期下調了部分 亞洲銀行的預測 原因就是經營環境變得更加具挑戰性 令到收入轉弱和壞賬惡化 還有就是估計明年會有3億美元的訴訟 和調解的費用支出 但還有可能是更加嚴重 所以就將他們的評級維持沽售 目標格降到65元 現在是在做77.7 再創了一個一年新低 77.4毫半 我們今天最低見過 時間差不多 跟Arnold追回申報 剛才提到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你分析 待會再回來會有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